No! You! Go! Abi! 鐵兔輕快 充滿活力的舞蹈 遊行花車出現 從Kitty到小小兵 歡樂好聲音的可愛角色們 一一露臉 跟著大家一起搖擺跳動 而首度在遊行當場的 瑪莉歐兄弟和寶可夢 更讓在場的大人小孩 手舞足到小猜懷 他的下午兩點 會有一個No Limit 這陣子期間 會有一個No Limit的遊行 那其實大概一點半左右 就可以在他遊行的那條路上 就是可以先去排隊 就坐在地上 然後等到遊行快要開始的時候 就可以在那邊一起參與 那遊行大概15到20分鐘左右 然後最後會有點像是 大家一起停在那裡跳舞一樣 然後他就會到下一站下一站 因為他是整個園區 這樣繞一圈 夏天的日本環球影城 吸引無數遊客到訪 除了融入動感的遊行 大家也會奔向熱愛的主題園區 像是超級任天堂世界 直接進入瑪莉歐兄弟的冒險行程 衝過刺激冒險 還有蘑菇人端出的料理 美金 可愛 瑪莉歐新的那個園區 它那個滿特別 就是可以戴那個眼鏡去體驗這樣 然後它的Dora A夢的也滿特別 就是它是戴VR眼鏡 然後在那裡面玩雲小飛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刺激的 2月到9月限定的 Dora A夢 XR乘車遊 透過VR影像 跟著Dora A夢和大雄搭飛機闖冠 記得走過逛過 千萬不要錯過 想要跳脫麻瓜族群 逛見霍格華茲 就知道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不遠了 如果是第一次來的也滿推薦的 因為它裡面的設施 就是有一個 像是重現哈利波特 電影世界裡面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玩起來滿特別 也滿刺激的 走進佛米村 仍然就像小時候的哈利波特 大開眼界 在奧利凡德挑選魔杖 到蜂蜜公爵糖果店 買一包博地全口味豆子 一邊感受這個神奇世界 沿途還能看到眾多麻瓜 正在努力揮舞著魔杖 想要解開咒語 遇見栩栩如生的小龍 一旁妹妹們端著奶油啤酒 每人品嘗一口開心無必 再往前走 進到城堡內 走過霍格華茲 跟著體驗一趟 哈利波特禁忌之旅 在霍格華茲上風穿梭 跟隨主角們的腳步 防止松壓力腳尾龍噴火攻擊 還要閃躲 伸出鬼沒的催狂魔 我可以離開我 歷經魔法世界的驚奇暴險 穿口氣 繞進了環球奇境 這裡有Kitty跟Daniel熱舞迎接 夢幻蛋糕杯 也是大小朋友的最愛 園區的芝麻街歡樂世界 同樣可愛又繽紛 日本環球影城 這個名為蜘蛛俠驚魂 歷險計程車游的經典遊樂設施 確定將在2024年的 1月22日畫俠據點 想要體驗穿梭紐約街頭 被蜘蛛人拯救動作要快 還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大家 日本環球影城 增批以大金剛為主題的遊樂區 希望能在2024年開幕 未來包含大金剛在內 整個超級任天堂世界園區 將會擴增到現在的1.7倍 TVB新聞洪富華 許啟光 日本大阪報導